土耳其是一个横跨欧亚两州的国家 不仅历史遗产丰富 美食也相当的著名 更是与中国菜还有法国菜 并列为世界三大菜系之一 而道地的土耳其料理在台湾也吃得到 这间位于台南的异国料理餐厅 老板兼主厨的洛库曼就是来自土耳其 说话幽默带着外国口音的他 中文是非常的流利 可见台湾已经深耕在洛库曼的生活当中 这间位于台南开山路上的土耳其料理餐厅 以具有异国特色的各种摆饰点缀外观 店门口放着土耳其著名旋转舞的人形公仔 大门上则会看到许多蓝眼睛的装饰 老板说那是土耳其的平安服有保护的作用 走进店里浓厚的异国气息迎面而来 充满土耳其特色的图腾地毯与桌巾 点缀整个空间 柜上摆放许多土耳其特色小物 让人忍不住向前窥探 如此浓厚的异国气息 不禁让人好奇 老板来到台湾开餐厅的缘由 我是在土耳其我哥哥的餐厅工作的时候 认识我太太 然后她说来台湾 台湾的那玩学中文 然后我来台湾 学中文一年多快两年 我刚来的时候台湾 因为都没有人叫我 都没有比我早一点的一个土耳其人来告诉我 吃什么 都是自己找就比较麻烦 因为不吃猪肉 我也不会讲那个时候说 里面有没有猪肉 就比而已有没有这个 对方听得懂就说有没有 听不懂就吃 几年前认识在土耳其旅游的太太 并跟着来到台湾的洛库曼 原本只是为了学习中文 但身为穆斯林的她无法吃猪肉 在台湾饮食上受到限制 因此决定善用自己 在土耳其的餐饮经验 自己做料理开餐厅 把土耳其的道地菜肴带到台湾 像土耳其的料理与台湾最大的不同 就是台湾人喜欢吃饭 但在土耳其他们都是吃面包 而其中有个最具特色的面包 深得客人的喜爱 每个客人都喜欢我们的羊皮发面包 跟一个球一样 脆脆的 它的过程是必须要开跟一个字一样 A4的那个字 就是薄的 跟里面不要有任何东西 要不然它会破掉 老板说 这个面包的制作不容易 要先将面团用手揉制成圆形后 使用擀面棍将面皮擀到很薄很薄 再像不一样拿起来甩一甩 最后为了颜色和增加香气 会在面皮上均匀地涂上一层蛋黄 再撒上一层芝麻 就可以送进窑里烘烤 逐渐膨胀的面皮 会胀到像羊皮传的形状又打又烹 表皮金黄胶酥的羊皮发面包 一上桌就散发窑烤和芝麻的香气 敲开后里面的热气涌出 上脆下Q的口感 先受大家喜爱 我们来其实是为了这个羊皮发的 因为它都是拍照很好拍的 一来的时候就是马上拍照 然后吃的时候就是 它有点像烧饼的感觉 就是香香脆脆的 然后我们其实就是边吃 就是有时候聊天 就是边聊天边吃 因为来这边就是慢慢吃慢慢聊天 你知道中间我们有鱼 鱼 我们也认识到这个羊皮发的 对 它是常常找到在台湾的 所以这个很相似 我们的国家的羊皮发的 我没有解释 但你应该试试 我应该试试 对 非常不同的 除了酥脆可口的巨大羊皮发面包 如果喜欢具有嚼劲又Q弹的口感 也能在副餐中吃到形状较小的面包 一样是使用新鲜酵母 不添加任何蓬松剂的面粉 亲自揉面团并塑形后再舀烤 因面皮厚度的不同 有不一样的嚼劲与口感 除此之外 老板更大方地告诉我们 土耳其料理的精髓在哪里 尽量在做菜是原味 我的调味里面没有一个东西是 我没有那个鸡粉 还是其他的酱油的 肉上全部都没有 就是盐巴跟一些香料 尽量都包含那个原味 而刚刚在制作羊皮发面包的 是老板的哥哥 在土耳其就是厨师的他 听到弟弟要在台湾开餐厅 也决定离开家乡 一起过来帮忙 你好 我是土耳其餐厅的乌斯塔餐厅的阿比 帮忙 我是哥哥他的弟弟 阿比斯说 这是我的哥哥来帮忙的餐厅 虽然哥哥中文比较不流利 但无论是外床点餐 还是厨房制作都能兼顾 原本就是厨师的他 在厨房中认真制作料理的神情 非常专注 看得出对于料理的重视与细心 接下来厨师哥哥 做了一道形状相当特别 在土耳其被叫做 皮爹的料理 皮爹是我们土耳其的皮爹长方形 好像有一点点像台湾的那个外形 将面皮擀平后 再次拿起来甩一甩 这个动作 就让土耳其面包口感与众不同的秘诀吧 接下来涂上蛋黄 放上香菇 虾子与满满的起司 边缘稍微折厚之后 就能送进咬里了 咬烤时在炉里 随着热气逐渐融化的起司 渐渐散发出的香气 让人忍不住想要立刻咬一口 它们饼子 然后加上它特殊的起司跟原味的一些材鲜 所以它不会有一些多余的菜鲜 以为使用面皮的料理只有这些吗 还有一道吃过就永生难忘的土耳其道地窑烤料理 它的外形看起来像酥皮浓汤 但在口味上却是截然不同 它们里面有三种香药跟肉 然后最重要是里面要炖很久 让肉变很广 里面是肉桂叶 月桂叶 里面有月桂叶 黑胡椒 一点点滋涼粉 然后牛肉 然后牛肉 饮饮多 食用鹰嘴豆 月桂叶 番茄 自然粉 黑胡椒和香料熬制汤头 再一洗后加入肉品 煮沸后倒入陶瓮中 再铺上面皮与涂上蛋黄汁 撒上满满的芝麻后送进窑里 窑烤两个多小时后 这道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传统料理就完成了 很特别 就很像炖牛肉的玉米龙汤 对啊 搭配起来很棒 爽口 不会油腻 厉害是这个看起来很像玩具 我差点一开始认同 就直接说他就认同 对啊 那它的牛肉里面其实炖 一般肉有时候炖 炖得不好 它会吃起来会有点柴 它的不会就很嫩 它接近入口即化 目前为止介绍的几道料理 都是使用窑来烘烤制作 老板说土耳其料理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好的窑 我们在土耳其每家餐厅大部分出了沙维马 因为买沙维马就买沙维马 没有买其他的 没有沙维马的 所有的餐厅都会有药 药里面你可以炖东西 比如说我的陶翁那种 还是烤的很多东西 面包 准备的时候会比较好用 然后我的药是 我叫做土耳其叫一个师傅来做药 这个药是应该在台湾不知道应该其他的店 可能应该没有这种 而除了窑烤料理 餐厅中还有一个令人看了口水直流的食物 土耳其烤肉 不涂抹烤肉酱 只撒上盐和附上香料可以沾 就是希望呈现肉最原始的口感与味道 这道料理老板说为了配合台湾的饮食习惯 所以在副餐上也做了些特别的调整 在台湾有副饭给客人 可是在土耳其大部分我们吃烤肉会配面包 饼皮 就是饱东西 口感会不一样 配饭的口感不一样 配饼皮跟面包都会口感不一样 这边的肉全部都是黑肉 回家的人可以吃的肉 所以我的牛肉 羊肉都是欧洲 还有牛西兰 我为了去羊肉的味道不见 就加牛奶 腌羊烤肉的时候 等肉烤好的同时 老板已在旁边准备装盘 放上蔬菜 土耳其沙拉 饼皮与白饭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它烤肉跟外面烤肉比较不一样 就是它外面皮还蛮脆的 就是不一样 一般烤肉就是可能只有炭烤香 可是它还有皮的那个脆的口感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再来是它的羊肉不会有羊烧味 就是因为我觉得说羊肉 就像吃点那种烧味 它不会到太重 然后跟那个香料配合起来 那个香气感很好 这么多香味独特的美味料理 都是来自土耳其老板 与哥哥的好手艺 老板娘说或许因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加上食材使用上也大不相同 所以他们的料理比较难栽培工作人员 大部分都需要花时间亲自掌握 但这些辛苦 在看到了客人吃完饭 满意的脸庞 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是 欧阳 但是 这些十字幕 您 您 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